他們這個關於道 應該是所有在 海灣各牛排館裡面 最特別最特殊的 他們嘴巴裡面入口即化 非常的鮮嫩 超好吃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新菜報報 欸卡妹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上一次來 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我真的記憶 記得很深刻 大概就三年多以前 沒錯 那時候疫情剛開始爆發的時候 人心惶惶 然後我們那時候安排了一個節目 叫做台北十大必吃牛排 第一間我們就是拍老人士 這就是第一間 這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自從拍了那一集之後呢 老實說 這間餐廳就成了我們家 最愛的首選 真的 賺了我非常多的錢 真的是 自己時不時一直來 對 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我覺得勞瑞絲 他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的牛排 它是就是Rust beef那一種 所以喔 它比起例如說炭烤啊 各種或是油煎啊 那一種的方式 它會健康相當的多 而且它能夠完全保持這個牛肉的肉質 很鮮嫩的肉質 所以喔 也就是說 他們如果這個牛排的那個品質 不是很好 那老饕一吃馬上就吃出來 對 我們先來吃吃看他們 這個叫做什麼 沙拉 這個叫做Fenstown Fenstown 它就像喝自的葡萄酒沙拉醬 來品嘗他們 對 來吃吃看吧 其實一般喔 沙拉在台灣的話 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那我覺得他們這邊的這個沙拉喔 就是還蠻有特色 就是他們的醬子 真的跟外面喔 那個它的味道差異蠻大的 冰冰涼涼的 嗯 而且好脆喔 對啊 尤其用這個冰的叉子吃起來 頭髮長幅都增加了好幾分 卡妹我們來吃吃看前菜 我們前菜不一樣 對 你選的這個是什麼 我當然選干貝啊 是 愛吃干貝的人 愛到不行 我想選干貝也是很合理的啦 很合理 但是呢 我這個才是真正厲害的啊 生海蘭鑽的這個什麼 蟹肉餅 它是招牌 對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喔 然後呢 它這個是嚴選都是野生的 那聽說啊 擠一點荊棘 更提味喔 對味道會更好 所以我以前來這邊吃是從來不擠荊棘 很喜歡吃原味的 是的 但是我今天覺得說借人來拍攝 也品嘗看看 真的非常的好吃 它這個蟹肉餅呢 它把這個蟹肉喔 很紮紮實實的 雖然你看它在一小塊裡面 要用掉多少的螃蟹啊 要費多少功啊 真的 然後呢 我們再沾一沾 它這個醬子 所以你看看每一口 我們都可以吃到不一樣的感覺 欸那干貝 那干貝怎麼樣啊 我說真的我覺得 重點是它的醬 它那個它是生食級的干貝 它煎的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它是微煎一點點在表面而已 然後搭配它這個醬吃起來超清爽的 果然就是很棒的前菜 就是非常的開胃 來我們來喝它的湯 因為我們兩個湯也不一樣 當然啊 因為它這個湯的選擇 他們其實菜色的選擇非常的多 那如果兩個人都吃一樣的 觀眾朋友就看不到他們厲害的 這個湯是厲害的 厲害的 你知道有多厲害 這個龍蝦好不好 它這個湯光端過來放在旁邊 超香 我就聞到這個很濃郁的那個龍蝦的 那個鮮甜的味道 海鮮的鮮甜味 對啊 它這個湯底太厲害了 它是用牛骨一直慢慢去熬 熬出它的鮮甜的味道 它這個洋蔥湯 真的是我目前吃過在所有餐廳裡面 它絕對是排名名列前茅的 那許多朋友喜歡吃洋蔥湯 為什麼 因為洋蔥的鮮甜的味道非常的棒 它的那個洋蔥湯 你一定要品嘗看看 我今天看到那個卡妹吃的這個龍蝦湯 我也好想吃一口喔 各位朋友 我們又來到今天的重頭戲了 薄切牛排 對 它這個薄切牛排 真的是我自己個人最愛最愛的 它在吃之前喔 當然他們有準備一些像辣跟醬來提味 但是我自己個人喔 是最推薦 他們這個調味料 它這個調味料 我其實也搞不懂它到底是什麼 但是它這個味道非常的好 我建議各位喔 灑一點點在旁邊 因為我有一次來這邊吃喔 吃的太開心了 一個失手 對灑一個太多喔 然後還有他們這個麵包 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來我們就來吃吃看他們這個薄切 好juicy喔 對啊 他們這個味道喔 應該是所有在台灣各牛排館裡面 最特別最特殊的 當然有的呢 是用烤 然後有的是用煎 都非常的厲害 但是他們真的低溫 的這個牛排 他們嘴巴裡面入口即化 非常的鮮嫩 好好吃 所以如果各位啊 來到我們這餐廳第一次的時候喔 大哥真誠的推薦 而且它這個厚薄度 真的很好入口耶 是啊 所以你第一次來喔 薄切牛排 你就先點 真的你先從這邊開始去入手 沒錯 再去慢慢的品嘗 它其他的一些佳肴 他們這個麵包 來一點 然後它這個麵包 也是一樣喔 沾滿滿的喔 對 沾他們的肉汁肉醬 這味道真的超棒的 它這個麵包喔 真的是很特別很特殊耶 他們這個烹飪的方式 我每次來啊 有時候都吃到很飽喔 可是它這個麵包 我還是依然想要把它吃掉 尤其是沾了他們的gravy 味道真的很棒 來我們來吃他們這個威林燉牛排 不瞞各位喔 我其實也吃過了好幾家的這個威林燉牛排 它這個東西喔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牛排 它的嫩度你一定要保持 第二個的話就是它外面的這個麵包 它這個酥皮 那每一家口味不一樣喔 有的是走的比較香香酥酥 有的是做的是以滑嫩啊 那個大家的口味比較不一樣 那這邊的這個威林燉牛排呢 是我兒子最愛的一家 這個醬汁當然一定也要來一些 醬汁真的是靈魂 真的 醬汁真的是靈魂 來 他們這裡的這個牛排呢 以及它外面的這個酥皮呢 你可以感受得到它就是非常的香酥 嗯 它是菲力牛排也不免太嫩了吧 然後它這個酥皮喔 它這個酥皮我覺得它滿有趣的 它的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酥 但是它裡面呢 酥皮的裡頭呢 它這個麵包是很柔嫩 因為它隱隱約約的 還有一種濃郁的奶油香 對 你有吃出來嗎 有啊 非常的好吃 尤其它這個麵包喔 我覺得它非常厲害就是 因為它在烘好的時候啊 那牛排的這個醬汁啊 它的這個味道呢 也被這個麵包給吸進去 所以它吃起來喔 又有奶油的香味 然後也有牛肉肉汁的那個甜味 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大家喔 那麼樣子愛威靈頓 它就是一份牛排 然後兩種的享受 兩種的口感 而且他們的這個醬汁啊 它的味道非常的香濃 味道真的相當的棒 那喜歡吃牛排的朋友 我覺得這裡的威靈頓 你一定要來吃吃看 品嘗看看 它確實跟其他家 有相當不一樣的感覺 來 我們來吃它的 煙花女細扁麵 佐龍蝦 聽起來就厲害了吧 厲害 那聽說它這個味道 相當的好 為什麼呢 它跟一般的麵 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用皮魚 酸豆 然後去提味的 其實它是味道很香耶 對 要先捲 優雅的吃 嘿 我來吃囉 非常好吃 真的喔 我覺得它橄欖的味道 也非常的濃郁 是 它橄欖就有一點點鹹味 它這個酸豆呢 在裡面呢 它就有一點點微微的酸酸的 但是吃起來是還蠻清香 加上它這個麵條啊 我覺得整個拌在一起喔 這味道真的很棒 我覺得更厲害的就是這樣子 各位我要來示範吃龍蝦 然後我想說再來 拌它這個佐龍蝦 這吃起來肯定是 非常的愉快的 來 你看看 大哥就是吃龍蝦 吃到你看看 就這樣簡簡單單 就可以把整個龍蝦擦起來 好 我要來吃它龍蝦 太大口了 我聽到我們卡妹在說太大口了 嗯 我覺得它這龍蝦喔 很難壓 然後它沒有煮得說太過手 太over 整個龍蝦的那個香甜的味道 都在嘴巴裡頭 這真的是這道很好吃耶 像我知道說有些朋友還不吃你喔 對不對 那如果說有時候我們約了這樣子的朋友啊 來到我們這邊餐廳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是週一到週六的 中午的時間來 我覺得這道麵 你可以品嘗看看 至少我們還沒有在台灣其他的哪間餐廳 吃到這樣子口味的這個麵條耶 我覺得它還蠻新鮮的 如果對於喜歡吃的朋友 我覺得它這一道麵 尤其是愛吃麵的朋友 你真的可以點來吃吃看喔 非常的棒 我真的很喜歡喔 勞瑞斯他們搬來這個百貨公司這邊 更喜歡嗎 更喜歡 以前呢 其實我第一次去勞瑞斯的時候 在以前的舊的那個地方 我其實也是還蠻喜歡的啦 印象很深 那個大挑高 對它那個挑高 一進去超有那個氣勢的 你吃的不光只是食物本身 而且光它那種氣氛的那種氛圍喔 真的是 你就覺得是相當的不錯喔 對 可是呢 我覺得搬來這裡喔 我更喜歡的原因就是呢 第一個你看看它在這個信義區這邊 那我也常常就是說 我們家來這邊吃完之後 順便去附近逛一逛 忘記 我就知道 我們今天吃到它最後的這個 很多的朋友 因為它這種英式蛋糕 它一次做就是一大片 然後要的時候 我們就插一小片插一小片 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 它這種英式蛋糕 我都還記得它的味道 因為我太常吃 我深深的記得 嗯 它就是很濕潤 然後呢 很滑嫩 很滑順 然後有很濃郁的這個草莓的味道 尤其呢 再加上它這個草莓果醬 它再吃起來 然後再搭配呢 像我自己本身是喜歡他們的這個咖啡 不甜的這個咖啡 所以這樣整個搭配吃起來的話 真的是非常的棒 沒錯 而且你吃的那個是經典的味道 我的是那個巧克力的布朗尼 然後它上面幫你加的是 莫凡比的香草冰淇淋 這其實說真的也是蠻經典的 是啊 其實現在台灣人也好愛這樣子的吃法 就是又冰冰的又熱熱的 但是呢 大哥還是強力推薦 來這邊喔 如果你沒有吃過他們的英式蛋糕 你一定要第一次就是要點這個 沒錯沒錯 就照著大哥這樣吃一次 這樣就對了 嗯 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謝謝 勞瑞絲我們在這邊 吃了這麼多不同的這個口味 他們的這個主餐 嗯 那尤其是藍蒜的那個蟹肉餅 哇到現在整個嘴巴裡面 真的都是還是螃蟹的那個鮮甜的味道耶 你一定要來這邊品嘗一下 今天會為你有愛 你敢有的看 看我的心看 為我來做天 本節目由486團購提供 擁有最優質的節目 以及最新款的家電 旨在486團購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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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